没有什么比早上在镜面湖上玩船更有意思 今天呢是国庆节 然后我们来玩船了 这是我朋友最新买的 23尺的LSV Marley Boot 当然不是今年的 但是是去年的 非常新 你看基本上没有什么使用的痕迹 哇这个大眼睛屏可以看一下 今天呢我的任务呢主要是船长 然后呢还有就是玩这个Hydrofoil 今天是加纳红的配色 今天的我们就玩起来了 OK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船 基本上前面是一个这种甲板 然后呢底下能看到一些电瓶 然后呢有音箱啊什么的反正都有吧 这个是看驾驶员看这个后面的 这是我们的操控台了 然后呢这个是控制这个surf gate 就是导浪板的 然后呢这个也是一个控制一个就是 把这个浪啊垂直垂直多一点 还是这个平一些 然后呢是手机架 然后呢这个屏幕啊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选项啊 如果说懒的话直接就是按一个一键就可以预设 就可以启动了啊 还是非常轻松的 刚刚忘记加油了所以说加了一点 这个油箱真的非常大啊 240人我跟你说 一油箱加下去估计都没啥反应了 OK我们现在呢船没有装 现在还没有注水 所以说呢我们先玩一些 先玩我这个foil吧 因为我这个foil如果注水的话 我怕我玩不起来 因为水瓶还没到嘛 OK有点紧张啊 没有没有带这种船后面试过啊 我估计船的浪应该会挺大 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压水舱啊 但是应该会挺大 但是呢我们这个翅膀呢算是比较小的 所以说起飞的速度应该不会太快 第一步要克服的恐惧啊 就是水温有点低 穿了诗衣呢肯定有点保护吧 还行还行 哇 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然后呢 还要有这个是导浪板的这种船才能玩 当然呢 你可以自己改装 你可以把一些老旧的船呢 你需要加水袋 然后呢 要加一个导浪板 可以是吸在那种船旁边的 对 这样才能玩得起来 否则的话就是说像我摩的挺啊 或者是马力小一点的船的话 都玩不起来了 像这个水袋我过来不太清楚啊 我估计有差不多2000磅吧 2000磅这样的重量啊 就总共加起来就差不多这个有4个水袋嘛 前 中 左右 其实呢就是说大家想一想 2000磅啊 2000磅差不多几个成人 2000磅 10个吧 对 差不多15个吧 所以说呢 如果说你船上能找到这么多人 也 其实也不用水袋了 就就就找10个人 找10个好哥们帮你压着就行了 对 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这个Surfgate还是要装一个的 呃 然后呢 你还要就是进行自己 如果说自己纯DIY的话 你还要自己进行tune一下 就是你要想办法把它这个浪弄得漂亮些 因为它这个原厂就是原厂带的话 它是自带就是已经调好的嘛 虽然说这种船都是自带水箱啊 其实也很简单哈 其实就是一个可以看到 加装两个水袋哈 对 这个是左右的水袋 对 这种水袋呢 其实你独立的也可以自己买得到 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呢还有就是引擎 你的这个引擎的这个拉力不能太小 太小的话那你这么船的这么大的船 我跟你说 船头都翘的老高了 估计船都不带动的哈 所以说这个船的重量 船的这个力量也是很重要的 哇 OK 太爽了滑这个Week Surf 然后呢这个船还有一个超级大的牛逼的优点啊 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冲冰头 热水啊 没水啊 翻车线上 翻车翻车 看看我们船上空无一人哈 我现在被困在湖上了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油了 开玩笑开玩笑 我们油呢 应该现在还剩8% 对这个真的是油老虎啊 特别是 其实虽然说开的不快啊 但是呢 因为我们有一很很重很重的压舱水 然后呢 船这个推动 推动这个船还是很花力气的哈 所以说呢 反正我也不知道油耗是多少哈 反正这个油箱给大家了解一下 240升的油箱啊 是非常大啊 然后呢我们 后来就是 早上其实就就油不太够 差不多只有早上就有个30%的油吧 然后呢我们就去买买油桶 然后带油过来嘛 因为因为这个船肯定不是不想再拖上去了 有一桶呢 这边最大的一桶呢 只有20升 20升我靠 你像240升的油箱 只能加个10% 所以说一会就没油了 差不多玩一个小时吧 一个小时就没有油了 还是这种比较慢速的 反正现在非常尴尬 我们就没有油了 那只能撤了 不过时间也不早 对 时间还是过得很快的 现在已经3点40分了 我们从早上 差不多9点钟就开干了吧 哇 其实这样看来油还是可以的哈 对 嗯 怎么说呢 马利波的这个品质啊 还有这个浪啊 有保证的哈 各方面的这个设计可以看一下 还是非常贴性的 对 反正能装sorage的地方都装满了 然后呢 它这有个feature啊 就是 这里呢 是一个小桌子 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可以来这边吃饭 可以先把这个整个这个游子 拖到这个位置了 来 然后呢 对 把这个可以翻过来 来 然后 这边 这边有一个小小盘 给它给拉到 拉到一个靠这边的位置 然后就可以 就可以在这边野餐了 可以开 非常舒服 然后呢 这个也可以变成一个小座椅 可以让某某个人舒舒服服的靠在这个后面 就是坐着看吧 可以看 这一款呢 是带这个电动升降的这个塔的 然后呢 你过一些矮的桥的话 就是可以 可以用到 然后特别喜欢它这个 呃 加板 加板这个设计哈 可以看到是一个 锁上 然后 这样就可以锁上 非常方便啊 以前都是那种绑绳型的 绑绳型的有个缺点呢 就是有些泡沫的板嘛 那这个就会被拉坏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也比较难 够到 对 现在这个是真的是好很多 对 然后呢 如果板实在多的话 上面还有几个板架 可以看到 不过呢 不得不说啊 这个颜色 呃 非常不耐脏啊 这个船呢 其实非常新啊 但是 已经看上去有点脏了哈 我们下次 有机会再来玩 马力波船 真的是不错不错